2023第三季度财报会议应该是我见过财报会议中 马斯克输出担忧最多的一期 让我带你进入这一小时的财报核心内容 欢迎进入陈峰特萨拉硬核频道 马斯克在回答投资者提出的墨西克工厂建设节奏时非常犹豫 在高利率环境下 专注于研发投资和未来增长的资本支出 同时保持积极的自由现金流 应该才是正确的做法 这点在特萨拉财报数据上是能看到的 研发费用达到11亿美元 这和人民币约85亿 特萨拉的现金数额一直在增加 可以应对更多的不确定风险 财报会议中还让老马回想起 克莱斯勒2009年破产时的惊心时刻 马斯克竟然给投资者讲出了2008年 特萨拉命悬一线的融资 我们来听他的原话 在全球战争频发时期 面包和汽车的选择 马斯克也做出了一个比喻 困难说完了 该生产的车还是不能落下来的 财报会议上马斯克表示 皮卡的交付会在2024年开始爬坡 2025年达到25万两交付 马斯克不愿意去小改燃油车的皮卡 进行复制 而是要进行激进的创新 用一句话来概括皮卡的话 就是不仅要重新发明汽车 还要发明制造它的方法 会议上说到了4680电池的信息 德克萨斯工厂下线2000万个电池后 量品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季度非品率下降40% 随着产量提高 销售成本也在改善 在本季度会全部转移到 生产皮卡的电池单元 德州二汽电池工厂也在正常建设 预计2024年开始生产 所以国内等待4680电池的兄弟们 德州自己还不够用 来到国内的时间就更没节点了 马斯克在财报的最后 拿出了一个比喻 宏观经济条件像暴风雨一样 即使最好的船仍会遇到困难 而较弱的船则会沉没 但特斯拉不会 作为成本领先者的特斯拉 确实被马斯克一步步做到了 汽车行业的领导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